好,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講座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非常厲害的講者 我剛看了他的經歷後 其實我剛才有一些憧憬 譬如說我們都是AI 我是AI的已故理事 以前當年AI的理事 他現在是AI的副理事長 部理事長 AI有聽過嗎? 理事長 你看AI其實在國內實力蠻龐大的 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寫明信片 但是不要以為寫明信片沒有用 以前台灣在黑暗的時代 國外也是這樣子寫明信片來救援台灣的政治犯人 那寫明信片的用意在哪裡? 告訴別人 譬如說那個時候 國際上人告訴我們這邊的獨裁政府說 我們看著這個人 你不要把他處理掉 那很多人就這樣子被救援出來的 那這樣的傳統我們就一直持續到現在 所以我們AI各班會最喜歡的機 這個集合在一起寫明信片 記得把明信片寫進去 那當然今天的題目蠻有趣的 第一個 隔行如隔山 我必須承認我是念社工 我是念社會系社工作 我是念公共衛生的人 我對農業完全是門外汗 但是我有種過東西 其實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記得我小時候還蠻常種一種東西 叫可可 我家後面有塊地 然後我種了一些可可 大概一百多克而已 那是我的零用錢 因為把可可曬乾了以後就可以賣掉 那是作為我的零用錢的一部分 因為你要自己去種 自己去摘自己去曬 那農業 我們想說有糧食作物 有經濟作物 對不對 那今天蠻特別的 咖啡是糧食作物還是經濟作物 經濟作物 但是我們在講說 糧食貿易的群球化危機 你去拆解這個題目 我相信待會兒講者 會有非常非常豐富的 非常非常豐富的一些故事 可以告訴大家 尤其是再多各位 剛剛表達了很愛喝咖啡 那今天一定會收穫滿滿 那糧食危機存不存在 其實我前陣子在寫一篇文章 我講完這句 我就趕快把麥克風給這個講者 朱祁琳本來是最高位 前陣子我在寫一篇文章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單位叫做 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 簡稱台建人 那你就知道說 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 在做的就是一些 跟健康議題有關 尤其是關注社會不平等 跟健康不平等的議題 那不平等會導致不平等 不平等會複製不平等 我那邊我在寫的 就是說前陣子 印尼 其實也不是前陣子 他每天都來一次 我們鄰國都很煩 我是馬來西亞人 這個麻來害的問題 就非常特別嚴重 那這兩天台北的空氣 真的很不行 像我今天很抱歉 非常非常不舒服 因為就是眼睛到鼻子 整個過敏的那個系統都出來了 好 埋害來了以後 他是為了種什麼 經濟作物嘛 譬如說中米素 白鴿洗衣精 很多的肥皂的原料 在馬來西亞 在東南亞國家 很多 他是一個 大概在國際市場上 僅次於大豆油的 第二個集團 第二個集團 那我以前寫過 這兩個集團的鬥爭 大豆油是以美國為主 然後中米是以東南亞 第三世界為主 好 印尼燒爾生命 要種經濟作物 跟糧食有沒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他要種經濟作物 他說要種經濟作物 他不是要種糧食 他不是要種糧食 如果他種糧食的話 那也許 對於全球化下面的糧食的這個貿易 就可能是有幫助的 以前有環保團體支持WTO 是因為講說 有一些糧食也好 或有一些作物也好 台灣根本不應該種 因為他會破壞環境 你必須把高山 弄掉以後才能夠種 再回來 我講話這句 我真的是就交給講者了 那篇文章在寫著講說 因為那個埋害導致了什麼 導致了東南亞這一兩年 蜜蜂大量的暴斃 將來會是 就是未來幾五年內 它的影響是五年到十年 會是東南亞可能會出現的糧食危機 因為沒有蜜蜂幫你傳粉 然後你所有的作物 大概都亂掉了 那他沒有辦法人工受粉 因為那個面積真的太大 那我覺得能夠關心的議題 有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今天的講者 我們的善心來跟大家分享 咖啡 糧食貿易 全球化的危機 謝謝先生大哥 然後 謝謝你 然後 今天很高興來要捉我 這是我有些夢想之一 來捉我講話 對啊 今天要跟大家聊 其實這個主題 我們那時候看到 這主題人問我 這個主題就是好好準備這樣 所以壓力有點大 那可是 首先 先回應一下 剛剛說大哥講的 有一個很好的重點 就是難怪我現在蜂蜜超貴 不是蓋的喔 是貴五倍喔 就是我從今年七月以後 我們點閱店 我們咖啡廳 都會用到好的蜂蜜 一定要用台灣打有機打什麼 那個價格真的讓我覺得就是一杯 嘿 怎麼了 那個蜂蜜會不會應該 主要是那個 其實那個 下去的時候 把那個 弄掉了 對對對 所以 所以 對啊 所以我就想到說 那明年會不會回來 就想說好啊 明年會好一點 就聽剛剛聖太太講 好像 那就可能要下架了這樣 對啊 好 反正就是 因為其實重點就是這個 全球化的狀態喔 其實會很容易影響到 所有的 所有的作物 跟大家其實 大家的生活 那可是今天我們要講的重點就是咖啡 所以剛剛聽到 其實我最喜歡聽到的答案就是 你今天來的是因為你喜歡喝咖啡 那這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我想要第一個問題問一下 每天都需要喝一杯咖啡的舉手 好 有 好 有一半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來過我的店喝咖啡的舉手 好 你有來過 你好你好 不 這間也很重要啦 對對對 負責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支持 我的店等一下會介紹 我的店叫點亮咖啡這樣子 在台大附近喔 那我們的店是一間叫做直接貿易的咖啡廳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聊更多這樣 對 但是對 這間也要支持 沒錯 好 那 我就猜這邊這個 好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東西喔 是 台灣思考跟全球化思考 從咖啡這個東西做出發喔 那 可是主要因為這個咖啡這個場 就像剛剛大家說的喔 是個全球化經濟場 即便台灣現在好像有在種咖啡 可是跟全球化的咖啡市場 其實是完全兩回事喔 那只是 只是通常我去 不管是在哪裡做演講 其實在講這種全球化之後 最後回來都是希望是我們台灣的視野可以看出去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然後再看回來我們台灣發生的事情喔 好 好 今天這張圖喔 是我找好久了 在講全球貿易的一張圖喔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個密密麻麻的線喔 亂七八糟 其實它每一條線都是一種作物的意義喔 所以其實你看喔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實雖然你們看到最亮的這些都是 亮的就是那個貿易額 所以很亮就是有北美洲嘛 然後還有歐洲嘛 然後還有亞洲 欸你們看到很亮有個印度喔 就是這一帶 好 然後呢 比較暗的地方 可是一直有線出去的 其實就是所謂的 中南美洲跟非洲 所以 這張圖其實就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全球貿易其實每天都在進行喔 非常的可怕 好 那我要先問一下 欸剛剛想了一下 在場沒有經濟系的吧 有嗎 好沒有的話 好那就有趣囉 大家有修過普經嗎 普通經濟學 有沒有 有修過舉手 好 那先講一下 花個十分鐘講經濟學 經濟學其實在講兩件事喔 第一件事情是講國際貿易 在十八世紀末的時候呢 英國有一個人 他叫做李家圖 他就講了一個東西叫比較利益法則 高中生最重最好 這個東西要記得喔 比較利益法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什麼東西我們都要比嘛 這個比較貴那個比較便宜 那我們首先第一個想法就是買便宜一點 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比較貴的東西 如果它的程度 它的品質好到你覺得 你有值得買它 那你可能就會買貴的這個對不對 好 那比較利益法則在講的是什麼呢 這張圖沒關係我們先不要看這張圖 我們就思考一下好了 就拿台灣台灣產台灣產米 好然後呢這個法國產葡萄酒 可是台灣呢也有一些小農會做葡萄酒 好結果呢現在大家就這樣想好了 這個台灣產米呢可能花三分的力氣 可以產七代的米好了 三分的力氣可以產七代的米 可是我們如果做葡萄酒呢 我們要用七分的力氣 只能做三罐葡萄酒 好所以我們是三七三七 三七七三這樣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看到法國 法國呢他如果他要做葡萄酒 他只需要三分的力氣 他就可以做七罐葡萄酒 可是他如果已經要種米 可能因為氣候不足 技術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可能要花七分的力氣 只能種出三代的稻米 好所以我們兩國如果都各自 自己自家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就是通通都要花石對不對 通通都花石 可是今天我們來到世界上 所以我們有國際貿易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們兩國就開始合作 我幫你做稻米 你幫我出葡萄酒 所以呢法國不用再種米了 我們也不用再做葡萄酒了 所以我們只需要花多少 我們只要做兩倍的米 兩個國家的米 所以我們就是三加三 我們只需要花六倍的力氣 就可以做出十四代的米 對不對 那法國一樣呢 他也是只需要三加三 他只要六的力氣 他就可以種出十四罐葡萄酒 所以這叫做國際貿易 所以國際貿易就是base在這件事 某一個國家 他什麼東西強 什麼東西 因為他的地形氣候啊 或是國家的技術水準很好啊 有那個歷史傳承的東西 像我們說瑞士鐘表 他為什麼永遠這麼強 因為別人學不來 因為他有很長很長的歷史 所以國際貿易這件事情就開始了 你種這個我種那個 你種這個我種那個 我這個少種一點 因為你種的比較便宜 我們就跟你買這樣 所以也就是說十幾年前出現了一個 因為中國大陸大家都嚇死了 因為他很多東西把價格壓得很低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就跟他買 所以就是世界上國際貿易市場 所以這是經濟學第一課 叫做比較依法者 那比較依法者沒有什麼不對啊 他就是大家都受惠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的交易 所以我們東西 我們東西 我們都可以花比較少力氣 得到比較多的東西 所以這是比較依法者 好經濟學第二課 自由市場跟國際貿易 好這經濟學第二課叫什麼呢 就是這張圖了 經濟學一切就是這張圖 這叫什麼 供給需求圖對不對 所以呢 價格怎麼出來呢 就是供給跟 供給線跟需求線 中間交叉點叫做 那這個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然後說大家猜猜 今天如果下一支iPhone手機 他如果突然說好我們全球限量100支 大家猜價格會怎麼樣 狂飆對不對 因為他的供給 supply 紅色這條線呢 忽然變成直的了變得很少 然後他碰到藍色這條線的價格 就會非常的高 對對對 所以供給需求線就是這樣 所以比方說好再講個故事好了 幾年前呢台灣出現了一家飲料店 叫做青玉 青玉嘛 對然後他那時候主打什麼飲料 什麼檸檬什麼什麼對不對 翡翠檸檬什麼什麼 然後說哇大紅 大家覺得每一杯飲料裡面 有一顆檸檬 非常的健康很好喝 所以呢那一年就大紅 所以呢那一年 檸檬的價格就高漲 這樣 結果隔年呢 大家猜猜發生了什麼事 檸檬價格狂跌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小男生 蛤檸檬價格這麼好 大家通通來種檸檬 所以變非常多的人來種檸檬 所以呢供給就變非常的多 紅色星的往上跌了 然後價格整個就往下跌 所以檸檬價格就狂跌 所以這就是經濟學第二個 就叫做供給需求線 所以這一切都是在理論上面喔 好那把供給需求線呢 跟剛剛那個比較立法的放在一起想 然後你就知道 喔原來世界上的國際貿易是怎麼樣 第一件事是 我們一起國際分工 我們一起分工合作 使資源有效的利用 不用我們台灣明明不適合種 好不要亂講 等一下 對嗎 對啊有些國家不適合種 對啊 有些國家比較適合種咖啡 有些國家比較適合種茶 或是有些國家比較適合種玉米 有些國家比較適合種稻米 所以這不一樣喔 所以國際分工使資源有效的利用 第二件事情呢 他就開始有競爭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米比較好吃 還是日本的米比較好吃 日本的米好像很好吃 那我們是不是要改良 不然我們的米就會輸 對不對 欸泰國的米價格這麼低 那我們價格比較高要怎麼辦 那我們就要用更好的品質 然後把它弄得更好等等 才能夠競爭 所以競爭就改善國內產業的品質 好第三件事是提高規模跟效率 好所以呢 規模跟效率就會提高了 第四件事情呢 最大的受益者是誰 消費者 我們的選項就變多啦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選 看你要選便宜的呢 你要選非常便宜的呢 還是你要選品質非常好的 還是你今天口袋其實蠻深的 你不用擔心 你就買又貴又非常好的高級貨 外國來的 這就是消費者可以自己選擇 所以其實這一切下面就是為了誰 最後市場的革命者就是我們消費者要怎麼選擇這樣 好經濟學講完了 但是呢 接下來就要講一件事 世界上在這個國際經濟 剛剛講的嘛都還蠻合理的嘛 就是現在目前全世界貿易一直在進行的事 可是世界上呢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從1950年代開始到現在 一直沒有辦法被解決是什麼問題 嗯 來高中生回答一下 有一個問題一直沒有辦法被解決 蛤 分配不均有點接近 通貨膨脹太深了 這問題的國小學生都可以回答 有一個問題一直越來越嚴重 是什麼 貧富差距 對啦 其實就是貧窮 就是povertyy 就是貧窮 當然貧富差距也是貧窮下面的結果 那你看如果大家分工合作的話 再來說大家每個人都受益啊 大家每個國家應該都越來越好啊 為什麼 為什麼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 是越來越嚴重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好那現在就要告訴大家一些 事實上一些比較慘的事實喔 所以讓這些結構上面的公平變得很不公平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加工技術壟斷 加工技術壟斷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舉的例子 剛剛說 好瑞士的鐘錶 瑞士的鐘錶 為什麼它不會 它全部其實所有的零件啊 都是哪裡做的 就跟Apple一樣 都是我們的隔壁同學做的 那可是為什麼最後它可以一支手錶 拼起來這麼貴 那是因為他們有他們的技術 這樣技術會傳出去嗎 會給隔壁的奧地利嗎 沒有啊 不會啊 所以瑞士的鐘錶 價格根本就是他自己獲得好 講瑞士鐘錶比較沒有感覺喔 那再講講好了 葡萄 葡萄酒是哪裡來 法國大家都知道 法國葡萄酒 法國葡萄酒 法國好多酒莊喔 非常漂亮的葡萄酒 葡萄哪裡種的 大家知道嗎 葡萄哪裡種的 葡萄全部都是南美洲種的 所以都南美洲種的好 葡萄價格一定非常的低 可是呢 變成葡萄酒之後 它的價格整個翻漲 那為什麼南美洲自己不做葡萄酒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技術 對不對 所以加工技術的壟斷 就會造成有一些事情就比較難改變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智慧權 專利權跟智慧財產權 這件事其實也是理所當然 對 那可是呢 這次我們就講一個例子喔 在我小的時候 曾經台灣發生過一個 很嚴重的流行病毒 叫做SARS 大家記得嗎 就是當時喔 那 這有小意思 我那個也是媽媽過來告訴我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當時SARS好了 我高中吧 好啦 反正就是那當時的SARS的時候呢 有沒有 全台灣封了幾間醫院啊 然後封聲後 一定大家都很小心 然後都開始戴口罩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台灣 因為台灣出現了一些病例 對不對 然後有人死掉 所以呢 SARS當時很可怕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那時候發生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禮拜 我們沒有任何的緊要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 我們每天啊 都要有美國 我們就要跟美國買 買藥 對 跟美國買SARS的藥 控制病情 控制疫情 所以第一個禮拜 我們就是這樣過 就是每天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看過數字是 一個藥資是4000塊 所以我們每天要跟 美國買大量的藥進來 結果還好過一個禮拜 我們的台大醫院的團隊呢 非常爭氣 一個禮拜後 他們就研發出來了疫苗 好 所以呢 就不需要再跟美國 買藥了 好 所以呢 疫情才很快的控制住啊 所以政府才 才很快把台灣這個SARS的事情呢 壓制好這樣子 好 同樣這件事情 大家想想的是 我們台灣有優秀團隊 對不對 很努力的做研發 很努力的做研究 有聰明的人 有很好的教育 那可是如果同樣事情發生在非洲 大家知道去年非洲發生了很嚴重的一個疫情 是什麼 伊伯拉 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如果當時有台大醫院團隊的話 可能也可以很快的控制 可是因為他們沒有 所以伊伯拉又傳又傳一直傳出去 不停的在做他們解救的都是國際組織 國際一直進去 國際的醫生一直進去 一直希望可以控制疫情 可是因為他們國家完全沒有能力購買疫苗 所以呢 這個國家所以疫情就一爆就完蛋 所以大家就是得到病人就等死這樣 所以呢 可是這件事回到美國有疫苗啊 美國伊伯拉疫苗啊 可是美國就是一開始完全沒有辦法給 因為是什麼 智慧財產權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世界上面啊 可是你不能說他們很承認 這就是因為他存 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必須要存在的東西 好 第三件事情跟第四件事情可以一起講 區域貿易協定跟傾銷跟補貼 區域貿易協定是什麼 全球最大的區域貿易協定是什麼 是NAFTA嗎 是歐盟 是EU 對不對 最大的區域貿易協定就是EU 那第二大的呢 也不是NAFTA 是我們 是亞洲的這個 對啊 那可是我們跟EU比起來都非常非常的小 那 最有名 所以增加決定就是這個NAFTA NAFTA這個全球這個貿易區域貿易協定呢 感覺很好啊 大家都在一起 大家變成綁在一起 那區域貿易協定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們中間是沒有關稅 就國家跟國家之間自由貿易 完全沒有關稅 所以在NAFTA裡面 NAFTA只有三個國家 哪三個 加拿大 美國跟 好 這三個國家聽起來你就覺得誰會最隨 墨西哥 墨西哥 對 所以這就是區域貿易協定好跟不好的事情 好 那第一次這件事情這個傾銷跟補貼 這是我覺得最困難的一件 國際貿易下面的狀況 那傾銷跟補貼是什麼呢 就是當一個國家 他們的 比方說產品過剩的時候 國家就會用國家的力量把錢丟進來 所以呢 這個糧食的價格就可以下降 所以它東西就可以賣得出去 這件事情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喔 在2000年的時候 就是16年前的時候呢 美國發生了一件事 那一年美國天氣非常的好 然後美國天氣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 美國天氣非常好 所以那年就 玉米就大豐收 玉米大豐收喔 玉米大豐收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好啊 因為他們還是要賣到世界各地啊 可是你也知道所有東西上面標的 Made in USA 它價格就是比較高啊 所以呢 當年的美國玉米呢 就賣不太出去 然後就非常多的囤量 然後小盲呢 美國小農就這樣 那怎麼辦 所以呢 美國政府呢 當然美國政府一定要來幫忙嘛 所以美國政府呢 當年呢 就丟了100億美金 叫做補貼 就把它丟進這個農業補貼裡面 所以美國的玉米價格在世界上呢 就整個掉下來 因為有政府補貼一段 所以他們價格就可以下來 所以美國就安然度過了那一年 對那一兩年 玉米太豐收了 就這時候呢 你知道美國有個鄰居啊 叫做墨西哥 美國天氣也很好 欸 墨西哥天氣也很好 因為他們就在隔壁 所以美國玉米大豐收 墨西哥玉米也是大豐收 對 那猜猜墨西哥政府會不會丟一千億下去啊 完全不會 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那一年墨西哥玉米呢 有一萬多個人就自殺了 因為他們的玉米完全賣不出去 第二件嚴重的事情呢 是那是2000年發生的事情 2001年墨西哥玉米都收 就是完全滯銷了 2001年一樣 2002年 一直到2003年墨西哥的玉米 價格就掉了三分之一 在世界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就是因為美國不斷地做補貼的動作 墨西哥玉米有250萬個 是整個生計完全被影響 所以後來墨西哥為什麼開始 也不是說 這不能很直接因果關係 可是墨西哥一直開始種 種因素啊等等這些 經濟作物喔 開始不太因為在動物 因為他們的玉米下價格實在太低了 所以好 所以這是 傾銷與補貼造成的結果 那你說美國政府這樣很可惡耶 你怎麼可以這樣害人家呢 但是他還是要保護自己國家的小農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是在世界上 每天也是在發生的事情喔 但是他就是一個 結構上面的一個結果 造成第三世界國家 沒有辦法跟他們抗衡 所以呢 這邊就有一個結論喔 國家政策下面 復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呢 他可以讓復國的價格往下壓 結果呢 重創的商品市場的價格 貧困的小農根本沒有辦法競爭 所以不公平的貿易就排擠了 這些貧困國家的進入市場的機會喔 這裡有幾個數字喔 歐盟每一年對他們的農業預算補貼是1000億美元 美國的補貼是500億美元 每一年 然後世界銀行統計呢 當富有的國家 這些富有國家的農業補貼呢 會造成發展中國家每一年損失 3500億美元 這是結果 你看他們 他們兩個各捐了 各拿出來 1500億 可是人家損失了 3500億 因為他們連進入市場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啊 從2005年開始 一直到今天 WTO每一年其實都會有一個小小的抗議 WTO他們每年在開會的時候 都會有中國印度跟巴西他們21國就是聯合在一起 抗議說你們這些復古不要再做農業補貼了 對 可是這抗議其實 對目前沒有什麼用 對啊 這是現在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喔 所以你看很多不公平的結構 讓很多事情變得 應該說很多理所當然的結構 讓很多事情變得不是那麼的公平喔 好 咦 我要對哪裡啊 對那裡嗎 嗯 好 好 講完經濟學 現在跟大家回到咖啡這件事上面 所以咖啡這件事在市場上是怎麼樣呢 大家可以想見咖啡這個東西在世界上 其實是很大的經濟作物 等一下就會跟大家講 那這只是要很可愛跟大家說 咖啡的真正的展現其實是紅色的 它叫Coffee Cherry它本身是果實是水果 那後來當然經過曝曬啊 經過那個 嗯 經過處理喔 才會變成青綠色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生豆 再經過烘焙 才會變成大家熟悉的咖啡豆 好 所以我們現在講一下一般的貿易模式喔 就是 不管是咖啡還是一般的水果啊 什麼 一般的貿易模式是怎麼樣呢 在小農 然後最後來到我們零售商身上的時候 中間是經過這樣子 所以呢 農民 中間人出口商 入口商 分銷商到零售商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個 不要講咖啡好了 有一個 泰國的芒果小農 他今天種了十代芒果好了 他要怎麼賣 就會有中間上來跟他收購 那你知道這幾個條狀的東西啊 高矮胖瘦是有意義的喔 你猜如果中間商跟他說 這一袋我跟你買美金 因為美金一塊錢跟你買 他可以說這一袋不能只賣 我要賣貴一點 他能夠有溢價能力嗎 沒有辦法 對 所以中間商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所以呢 那一袋一塊錢好 十代好 十塊美金 然後中間商呢 中間商拿了之後呢 再拿回哪裡 大盤商 大盤商之後呢 才會來到出口商 出口商之後到入口商 然後才到分銷商 最後到零售商 這是一般的 一般所有的貌商業模式喔 那所以高矮 高矮是指他們的溢價能力 胖壽指的是最後他們的收益 所以大家看到農民跟最後 零售商 所以你看我們這種Poverty 其實也是瘦瘦小小的 對啊 那其實中間能夠拿到最大利益的 其實是做出口商跟入口商 因為他們非常的巨大 好 然後呢 這張圖呢 叫做Poverty Map 叫做貧窮地圖 他在告訴你 世界上貧窮的國家有哪些喔 這跟下一張 大家稍微記一下喔 跟下一張圖有密切關係喔 你們有沒有看到貧窮的國家 紅色跟黃色跟橘色 越紅越橘就是越窮 所以看到窮的國家都在哪 都在非洲 對不對 還有哪裡 中美洲 對不對 中南美洲 然後還有 這邊就算了啦 這邊 他們是政治的原因喔 好 所以大家看清楚了這個世界地圖喔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重點喔 咖啡 下一張圖呢 叫做 咖啡 他們叫做 這是叫咖啡地圖 那這英文名字叫做Coffee Belt 它在全世界其實是一個皮帶的形式出現 Coffee Belt 為什麼叫Coffee Belt 所有的咖啡生產 所以你今天不管在 木澤喝道 還是你今天去隔壁星巴克喝道 來到了 來自的咖啡洞 都是在這個Coffee Belt裡面 好 Coffee Belt裡面有誰呢 有中美洲 有南美洲 有南美洲 有非洲 還有大洋洲 有沒有覺得跟上一張圖有點像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些咖啡產地 其實都是世界上 數與數二貧窮的國家 好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資訊喔 好 那在這裡呢 就要跟大家講一些數據上面的 好 數據上面的事 所以咖啡在世界上到底怎麼樣 你看剛剛貧窮的國家 跟這個 跟咖啡國家其實是一樣 可是其實全世界 每一天喔 都有 這是不是多少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十一百億 兩百億 兩百億元的美元 每一天喔 在出口 兩百億美元的咖啡出口 每一天都在發生喔 然後呢 咖啡每一天 我猜猜看 每一天全世界會喝多少咖啡 每一天全世界會喝多少咖啡 好啦很難猜 大家為什麼猜 每一天全世界會喝二十二億杯的咖啡 每一天喔 所以每一年 大家可以算一下 每一年咖啡會喝掉幾杯 好 那咖啡其實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產物 經濟貿易產物 是第二大 大家看第一大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誰 蛤 煙草嗎 不是不是 對 大豆 怎麼會猜到大豆 不是不是 好 對不起我好像用錯詞 它不是貿易產物喔 不是經濟產物 不是經濟作物喔 咖啡是世界上第二大貿易 也就是說所有的貿易裡面喔 所有交易的東西裡面喔 咖啡是第二大 那第一大是什麼 意思是說不一定是吃的或是什麼 石油 對 第一名是石油 第二名就是咖啡 所以你在看咖啡只輸給石油 有沒有 咖啡很厲害吧 所以呢 咖啡其實每一天喔 的使用量到全世界的貿易量其實非常巨大 是比樣我們的想像的喔 那全世界有多少咖啡農呢 全世界有250萬個咖啡農 目前喔 很出力的估計250萬咖啡農 全部都分布在哪裡 剛剛那地圖上 Coffee Bell裡面 好 所以你看看 所以剛剛你看咖啡產業下面喔 造成這麼多 咖啡產業就跟貧窮就像連在一起喔 到底是為什麼呢 可是你看他的整個貿易量是這麼大 貿易量這麼大意思是什麼 賺的錢其實非常多耶 那為什麼呢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要聊這件事情 就叫公平貿易喔 公平貿易 大家有聽過公平貿易的舉手嗎 欸 大家都有 非常好 所以我會很快的講過去喔 公平貿易做的事情呢 就是呢 把咖啡的價格整個公平化 那什麼叫公平化呢 等一下會跟大家提喔 這次我應該多花點時間在前面這裡喔 咖啡呢 大家猜一下咖啡的價格是誰訂的 咖啡的價格 不是 咖啡 咖啡的價格是誰訂的 咖啡身為一個期貨市場的這個重要的一個貨物喔 咖啡的價格就是在期貨市場訂的 期貨市場在哪裡 兩個地方 美國跟紐約 紐約跟倫敦 他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李奧娜多演的那部電影 那個叫什麼 華爾街之拉 對 他們就這樣喊出來的 咖啡的價格就是這樣喊出來的喔 所以跟事實上 小農今年如果今年有個什麼龍捲風啊什麼 把咖啡全部席捲掉 沒有咖啡豆了 價格還是他們亂喊的 今年如果咖啡盛產 產超多 價格還是他們喊出來 所以價格 咖啡的價格 從15年前到今天喔 一直在往上 沒有在往下 一直在往上 可是其實咖啡的產量是逐年減少 因為這幾年開始喔 咖啡產地有非常嚴重的病毒問題喔 所以你看咖啡量在減少 可是每一年的價格 這樣在 對 這樣供給需求也是對的啦 對啊 可是 總之說 總之我要說的是 價格喔 其實就跟產地的狀況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喔 這其實不只是咖啡所有的產地 作物啊 或是 對啊 就是經濟作物啊 都是這樣喔 這是他們的價格 其實就是在貿易市場那裡喊出來 那他們喊的根據是什麼呢 根據市場 市場的需求 就是今天咖啡大紅嘛 每個人都要開咖啡廳 每個人人生夢想都是開一間咖啡廳 所以咖啡真的是非常的紅喔 所以他們他們在不當地就一直往上喊 好 所以呢 回到公平貿易這件事喔 公平貿易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好啊 咖啡小農 大菲小農 被剝削的這麼嚴重 在全世界這麼窮 從成這樣 那我們一定要幫他 不然他們永遠這麼窮嗎 所以就在560年代開始喔 1950年 1960年代 就開始做公平貿易這件事情喔 所以他開始1950年喔 那公平貿易的開始其實是一個美國的奶奶 他是一個傳教士喔 所以這裡有牧師非常好 呵呵 這個公平貿易呢 他就是一個美國的傳教士 他去 他去到那個南美洲 然後就看到當地的婦女做了非常漂亮的手織役 他就這樣問他說 欸你們的那個一塊 一塊那個手織布是多少錢 然後那婦女他平常只是做給他女兒 他也沒有想 然後呢 他就想 他就回去算了一下 那時候 他花了多少工錢 花了多少時間 大概賣多少錢 然後呢 所以這個傳教士呢 就跟他 把他可以做的那個集塊布 我就買回美國 然後呢 就在舊金山那邊呢 就開始賣 欸就沒想到 他們就是garage sale 就很隨意啦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你覺得好漂亮喔 沒有看過這樣子的工藝這樣 所以就開始了公平貿易這件事 這件事什麼意思呢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故事裡面呢 有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這個美國傳教士呢 是問他說 你覺得你做的這個東西值多少錢 然後他再去算他的生產成本 再告訴他說 這個價格是多少 所以這是公平貿易的精神 就是這個價格的決定 不是市場 不是期貨市場 是小農自己看他的生產成本之後 再告訴你說 欸 我今天這些東西 花了多少成本去做 如果我今天 小孩想要上學的話 我這整個設備啊 什麼加起來 我這 這一袋咖啡至少賣多少錢 這是公平貿易 他們一開始是這樣做 所以從1950年代開始喔 然後後來呢 在1970年代的時候呢 有WTO就開始提上貿易而非援助的方式喔 就是對於這些貧窮的國家呢 我們不是要用援助 援助是什麼 AID AID就是捐錢嘛 我們不是用這方式 我們用貿易的方式 我們用公平貿易的方式 給他們比較合理的價格 讓他們可以好過一點喔 所以是1970年代開始 然後全市市場現在呢 有58個公平貿易國家 而且啊 1354個公平貿易城鎮 所以台灣 台北今年也在爭取成為公平貿易城鎮 只是還在 因為它中間有一些規則喔 所以其實 這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是不是公平貿易這個運動 其實在歐洲跟美國已經非常的風行了 所以其實像我的店啊 身為一個公平貿易 直接賣公平貿易的咖啡廳喔 我的店其實只要是外國人進來啊 他們一定會回來 因為他們就非常的熟悉 知道這間店在做的事 那如果是台灣人進來 其實很多人還是會再問我說 欸這是什麼意思 那當我非常悅意跟大家解釋 我只知道說 這個東西這個sense 這個名詞的意思喔 其實在外國來說非常的普遍喔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這東西需要支持 所以 就是亞洲其實相對走得非常的慢喔 那可是就是也是在這幾年開始往前走 好 公平貿易 所以呢 國際公平貿易協會他們的定義喔 他說第一件事是 Help produc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在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 然後呢 要給他們better trading condition 比較好的交易條件 讓他們有自己決定價格的機會 然後promote sustainability 這是另外一件事喔 公平貿易的產品呢 其實都是有機的產品 只是通常公平貿易想到沒有錢 再去買一個有機認真 所以其實公平貿易 因為像我之前上一份工作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要翻譯他們的 那個農業條件 不然其實 等一下我先幫你們問好了 這樣每個人都說 那每個人都想要當公平貿易小農嗎 誰不當對不對 我當公平貿易小農 可以拿比較好的價格耶 我為什麼不當然要當 我當然不當一般小農啊 可是因為公平貿易 你要成為公平貿易小農 你必須要做的功課非常的多 你的土地啊 那個蛋肥啊 那個酸鹼質啊 那個水量啊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土地的那個 肥沃的這種狀態啊 一定要維持在 他們有個非常嚴密的標準 比有機還要嚴密喔 你一定要到那個水準之上 你才可以成為公平貿易小農 所以你有時候就會被迫修根 因為你可能 土地的那個肥沃層層經不到 所以其實很多 大部分的小農 其實是不願意成為公平貿易小農 因為他必須要改變他的耕種方式 他不能使用農藥啊等等 所以其實 並不是這麼容易 對廠商來說 並不是這麼容易 但是其實另外一件事就來說 公平貿易 真的如果我們說 公平貿易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生產者友善 我們給他比較好的價格 就保證他的勞工權利 第二件事就是環境友善 就是他都是有機的 好 所以這是公平貿易 這是每次我在 國中高中大學 大家說 欸等一下考試就考這個 公平貿易有十個條件 那所以大家就會 如果是我們小時候 大家就開始操 跟現在學生就這樣 拿起手機這樣拍一拍 這樣 所以能不能把第三個最重要呢 對啊 第三個最重要就是 合理的報仇對不對 那可是你看 其他他有尊重女性啊 然後還有沒有同工跟奴工啊 然後沒有性別 歧視性別平等啊 然後提供技能訓練啊 然後還有環境尊重啊等等 所以他是整個是十條公平貿易的守則 就是你如果今天要做公平貿易 你必須要完全的follow這個公平貿易的東西喔 好 講一些就是比較簡單 對大家 其實公平貿易最大的好處就是 對消費者來說 什麼是公平貿易呢 你就認 logo 就像有機一樣 你就認有機 logo 跟公平貿易 logo 所以這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公平貿易的認證 就是有flo就是 他總部在德國喔 他們做的 大家看得出來這個 這個 logo 是什麼意思嗎 有沒有 有沒有像八卦 他是一個 他的圖有個很清楚的意思喔 看得出來嗎 蛤 葉子嗎 葉子嗎 人沒錯 他是一個小農 然後藍天綠地這樣 小農在跟大家招手 他也是個黑農 哈哈 對啊 這是他們設計的那個整個意思喔 然後這個是美國公平貿易認證喔 所以公平貿易認證 不是只有一個 就像有機一樣 是美國是全世界第二大公平貿易認證 所以現在其實美國啊 歐洲、澳洲啊 都有自己的公平貿易認證喔 公平貿易模式 有沒有 比較剛剛 我看 往前 這麼前面 好 一般貿易模式是這樣的嗎 高癌膽鬆 中間商入口商 出口商入口商是可怕的人這樣 很多 那公平貿易的狀態就是 欸 快點 好 我等一下不會再趕總是 哈哈 公平貿易的模式呢 就是這樣 大家的高 高度是一樣 大家記得我剛剛說高度是什麼嗎 溢價能力 對 所以他們的溢價能力是一樣 所以他們要決定價格方式是什麼呢 他們就是每一年就會聚集在一起 可能一個房間好 假設有100個人 這100個人裡面就會有公平貿易學者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的人 農業學家 經濟學家 但是這100個人裡面 至少要50個人 也就是一半以上 要是小農 要是小農合作社的最大的人喔 所以呢 他們在一起討論說 今年的價格要是怎麼定 所以他們就一起討論價格 討論定下來之後 這價格就不會動了 就會是平的 對 所以每次看到 每次看到圖表 那個一般市場 咖啡價格就是這樣 一直動動的 公平貿易就是他最高點 那個再往上一點 然後就是平的不動 所以選證最討論公平貿易的人 是誰 是經濟學家 覺得他們亂弄 就是怎麼可以不走經濟學家 剛剛那些 剛剛那些規則喔 可是他們就是不管 我們就是要給小農 非常合理的價格 而且不會波動 就算他們今年量很 產量很少 我們還是給他一樣的價格這樣 好 所以這是公平貿易認證組織喔 所以你看 生產者出口商 進口商製造商 然後就到消費者了 所以他中間其實就是 公平貿易認證組織 基本上就是這裡面 後面這一整段 都是由他們把關 好 這是公平貿易做事 好 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一下嗎 這裡有一個 你要到我的那個 對 對 手指頭滑一下 滑到這螢幕上 好啊 好 對 我忘記了音源線 要從那邊送是嗎 還是從這裡送 從這裡嗎 從這裡送 從這裡送 從這裡送是嗎 大家到目前有什麼問題嗎 好 有問題 你看 我剛剛不是說 我這怎麼看 我剛才有口 我看 這個講座面 那就做了很多 他剛剛是不是 依據我 從去認真地學過的 他的 我們用商品呢 除了 還有也是 品質 越好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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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依據我 我們做的就是 這一個 品質的 或是 品質分 然後我問一下把這一個公司的答案 好 你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就是為什麼我們等一下直接貿易原因 這是公民貿易最大的必拼之一 對 你說對了 他就是在品質的把關上面 其實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全部就是以信任小農而言則 對對對 所以這是他的精神 我要走上一點 等一下會再多講多聊一些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Without a trade, life would be much much worse Good business with a trade paying a producer to trade 是一種經濟車的方法是 通常 çöz救我們 一種百分的适合 求育は有益 diseases 他們の用途 根本的人 Bennu 對 市連來支持 我們都可以 它不停 環境的 第三型 是 社交平台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環境的問題 這些東西都可以做到,因為我們有一個穩定的市場 我們可以進入未來的機會 我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我們需要更好的問題 我們需要再加上100%的問題,再加上100%的問題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每一年都會有一些小農出來入民貿易背書 這個組織真的幫助他們的生活 所以公平貿易做的事情,除了給他們合理一點的價格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會想說奇怪,如果做公平貿易的話 那照我來說,你看中間少這麼多中間商、出口商、入口商 再說公平貿易產品,價格就算給小農多一點,也不應該貴這麼多 因為大家知道公平貿易價格其實蠻高的 那其實是因為裡面,你付的價格裡面有20%到30%呢 不是用來付給小農,是拿回來做社區建設的 所以他剛剛有提到,他就是可以有隨意設施啊 然後甚至會蓋學校、蓋診所、蓋金融體系 就是回去做development的事情,回去做農村的建設 他叫做公平貿易的premium,他剛剛有提到這個字premium 社區發展金,所以你們付的錢裡面是有一筆錢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今天要講的重點完全不是公平貿易 因為公平貿易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現在要講的重點是 直接貿易這件事情,也就是我們咖啡廳做的這件事情 那直接貿易跟公平貿易有什麼不一樣呢? 他其實精神上是完全一樣,給小農合理的報酬啊 然後做社區發展啊,然後有機的方式耕種 這些是完全一樣,可是我們的模式更簡單 小農生產者烘豆絲就進我們的店家了 然後就到消費者,所以我們中間沒有出口商出口商是什麼? 出口商出口商就等於是我們自己用貨櫃走 所以我們是走一般的,所以全部的成本就是我們店家自己承擔喔 所以呢是由烘豆絲、植金跟小農建立關係 然後呢再直接到公平貿易的店家 所以他整個流程更加的簡單喔 那所以他其實直接貿易在做的事情就是 烘豆絲跟生產者的關係 那好處是什麼呢? 直接透明跟可責,這跟公平貿易是一樣的喔 所以你看喔他說烘豆絲會直接跟農友 產生就是或者是那個小合作社的溝通價格 跟咖啡的品質,所以就直接貿易最重要的事情喔 因為他是烘豆絲區,他不是我們一般的商人區啊 他是烘豆絲,那這件事怎麼開始的呢? 那其實就是在美國一群烘豆絲喔 他們很願意幫小農喔 可是他們本身可能剛剛說15、20歲 20、30歲的時候是做barista 就是做所謂的你們的吧台手那種 然後後來就覺得咖啡先生太喜歡了 所以他們就變成烘豆絲 然後等到他們快要或是已經那個retire 就是已經畢業了 就是已經可以不用再這麼努力的賺錢的時候呢 他們就興趣就來到哪裏? 產地,所以呢他們就會去看看小農好 我們直接去產地看看小農的狀況 所以呢他們就開始跟小農連結關係 所以呢這意思就是說他就跟小農說好 好你今年的價格我可以給你什麼樣的價格 可是你東西的品質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公平貿易的東西會是精品貿易的咖啡 公平貿易,直接貿易的咖啡 那是精品咖啡的程度原因就是因為烘豆絲 直接進入了解,直接進入他們的產地 跟他們一起做耕種的那個協助 所以他們呢另外一件事 了解共同承擔產品的風險 然後呢另外一件事很重要 直接貿易的關係喔 在悲測品質低落的時候就不購買了 所以呢小農他也是有風險的 今天是直接貿易小農 今天東西沒有種好 我們完全不收購 所以呢他就是,所以這讓小農要有競爭力 所以這就是你回應你剛剛講的事情喔 這個公平貿易比較忽略的就是 所謂品質的這件事喔 那直接貿易他必須 因為烘豆絲他就覺得我們現在要做公平嘛 我們不能只對小農公平 我們回過頭要對消費者公平啊 我們不能說你這東西 喔你們是做公平貿易 你們真的包什麼喔你們 真的很有同情心 所以這個東西超貴 對可是這東西買回家喝就是 啊好可怕啊咖啡 所以不行啊 所以直接貿易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做到 是這種全面友善 全面這個永續的關係喔 那出口商入口商呢 其實像我來說 就直接跟著一般的產品跟著貨櫃拉喔 好 所以這是直接貿易在做的事情喔 到目前有沒有問題 從一般市場到公平貿易市場 到直接貿易市場 嘿 我沒有問題 因為我剛才看的話 直接是就是類似說 鬥士他直接去場地去搭配 那最要進到直接貿易的變價 那我就請教一下 因為這中間他畢竟還是有些過濾的 對對對 那那些貴貨貨到底是怎麼拍的 是跟人並貴 是說因為我知道咖啡 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產品都不同的好味 對對對 那這樣的話他要怎麼去搭 要怎麼去配 這樣子 貨櫃的地址價格 要怎麼去做成本才可以 那為什麼才可以幫我講解 好 你這問題非常好 像對我來說 這個 我的東西的貨櫃沒有什麼配不配 就是你如果今天 從美國Amazon訂了一本書回來了 我的可能旁邊是放我的咖啡凍 所以他就跟一般的商品一起走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差異 那可是因為他是美國 所以他對全世界各地的交易量 其實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他其實第一個沒有 船運可能會飄20天30天40天的問題 因為他從美國到台灣的時間 其實是6天到8天 所以其實這個中間的運費 當然是我們店家必須要承擔 那你說這整個成本怎麼講 那真的就是我們自己思考 所以我今天賣的豆子 其實像我的店 其實我的店裡面 那個所有的東西 城門最高 裡面佔最大比例 的確就是運費 因為我的店很少 對對對 那所以運費就會非常地高 那我當然 所以 可是因為這後面的理念 其實非常清楚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要做 讓大家至少 至少是這些上司發生 在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有三間店 有十間店 願意來用我們家 我們要這樣子的豆子 每次進貨量變大了 那整個攤體下來 大家的成本就會往下 那咖啡豆成本就會往下 那讓更多人就會覺得 直接賣一咖啡豆的成本 的一包咖啡豆的那個價格 其實更 affordable 更可以負擔 那如果今天統一進來做了 那整個價格又會再往下 那全是我夢想成真的那一天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整個市場 其實是我自己至少是這樣思考的 好 所以其實是說 一間店、兩間店、三間店、五間店 一直到如果今天這個想法 這個概念是可以全面實踐的話 那其實改變才會開始 改變不是指我們 是指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越來越多的可以拿到比較好的價格 那這東西要怎麼樣讓統一想要來做這件事呢 那就是消費者啊 當統一他會決定要買什麼樣的 你這該不會統一的人吧 呵呵 就是 就是當企業他們要做這種決策的時候 其實完全是看消費者 如果今天消費者超愛喝清浴的檸檬 他們就會去收購非常多人 然後開這樣子的點鎖店 他們都是走消費者 所以今天當消費者對眾 道德消費的產品非常的熱衷 他們就開始開聖德克斯 對不對 有機開始流行的嘛 所以可能就會走一條路叫做聖德克斯 所以他們其實會做的事情是消費者 所以今天我們其實最重要的事情是 希望可以讓消費者這樣子的思考 好 那接下來要講比較有趣的事 要講產地到咖啡桌 那個在場有之前來參加過我的影響同學 所以是暫情就會看過 我在三月底的時候呢 去有一趟中美洲 所以去真正的拜訪我們的小農 那其實這在台灣其實非常非常難得 因為其實台灣有這樣經驗的人 都會是咖啡店的老闆 或是卡瑪的老闆 或是烘豆師 他們會有這樣子的經驗 可是他們這樣的經驗呢 都是建築在當地的莊園下面 然後他們會去拜訪 都會是有台灣外交部啊 他們就會跟當地的莊園啊 當地的經貿合作社啊合作 然後帶台灣的一些咖啡人去拜訪當地的莊園呢 那當然目的就是希望他們可以下班 對跟促進兩國合作這樣之類 可是我去拜訪我的產地小農呢 其實就是單純就是為了拜訪他 然後想要知道我們的價格 是不是真的有讓這些小農過得好一點喔 等等 所以反正三月底的時候 我就去了一趟中美洲 好 所以要跟大家 所以這段時間就是要跟在場愛喝咖啡的人 就應該會比較有興趣喔 就是咖啡從產地到咖啡桌 中間到底走了哪些路呢 那這就是咖啡 咖啡園 咖啡森林喔 那他們就是這樣一小豬一小豬就是咖啡 可是大概是 有的是這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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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咖啡樹都不一樣 每一株咖啡樹 大概都要種七年以上了 才可以變成 才可以開始生產咖啡豆 所以他們都是咖啡樹 當然是滿坑滿谷 就像我們茶園一樣 對啊 可是那種地方 中美洲 我那時候去尼加拉瓜跟個薩里加 那他們 車子當然就是 因為我有個朋友 剛好是那個 中美洲的外交官 所以我才能夠去喔 然後他就是 開著車子在我們上山下來 然後這真的是 顛簸 就完全沒有路喔 就是很顛簸的路 然後開了五個小時喔 終於到山上了 然後小農就會跟你說 你已經到海拔一千四的高度了 所以其實他們的咖啡豆 第一件事 當然就在海拔非常夠的位置喔 然後接下來你看 他們咖啡成熟之後 就變Coffee cherry 就變成了紅色的果實喔 那這個圖另外一件事 這是海地的一個奶奶 他們 所以你要知道 齋彩咖啡的人 就像茶一樣 都是婦女喔 其實很多是婦女喔 然後呢 接下來齋彩完之後呢 再由壯丁們齁 把他那個 把他再集中 再上 再回那個山底下的倉庫喔 好 然後呢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做挑豆 然後做那個 咖啡的最低 第一步的那個 處理之後 就可以挑豆 把不好的豆子挑掉 這是最在場地的挑豆喔 然後呢 接下來就來到處理場 那這個處理場呢 是我們有去拜訪的喔 那這次也可以很簡單的跟大家聊一下 處理場做的怎麼處理呢 就是剛剛婦女他們挑好的豆子之後呢 他們挑什麼呢 當然是挑蛀蟲的豆子 還有不健康的豆子 發霉的豆子 他們就把它挑起來了 然後來到這裡呢 其實他們就開始分 第一關叫做大小 他們就有一些機器 就不停的抖動 所以呢 咖啡生豆呢 他們就開始分 分三條路 最大顆 中顆跟小顆這樣 都是同一產區 同一品種的豆子喔 這是第一關分大小 第二關呢 就是來到第二個機器 然後分什麼 分重量 所以他就開始甩這樣 那開始甩這個機器 就又分三路了 所以是重跟中跟輕 大家猜猜好了 比較重的咖啡比較好 還是比較輕的咖啡比較好 比較重的 對 所以你看到第一關已經分大小了 比較大的比較好 還是比較小比較好 比較小的 你就想像像人一樣 肌肉啊 進食 所以他比較小顆是比較好的 比較重的比較好 所以你看第一路已經分三 已經分三批了 然後這三批又分別再去分三批 所以這樣總共分成幾批 九批 數學很好 然後接下來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他要紅外線走 就是看咖啡肉的顏色 深色跟淺色 深色比較好 還是淺色比較好 深色 對 所以剛剛已經分九批 現在又分兩批 所以變成幾批 18批 沒錯 所以總共分成了18種 所以咖啡的等級哪裡來 就這個時候就分好了 18種等級 最最差的等級最後去哪裡 大家猜猜最差等級又去哪裡 最差等級其實會來到 像你們的膠囊啊 然後或者是 對啊這種 比較比較親密 然後平平 可是不會是三合一喔 三合一的豆子都是越南來的 對 越南的豆子通通都去做三合一喔 可是他們就是 比方說罐裝的咖啡啊 或是膠碼的咖啡通通都是差的等級 中間等級的豆子呢 都去哪裡了 就會是我們所謂的商業豆 商業豆就是 比方說你今天去隨便的一間咖啡廳 或者是你去 路邊的很香的comma 或者是他們可能賣一杯 30 50這樣子 那這種通常就會是中間等級的商業豆 那好的豆子就會進入精品咖啡市場 所以基本上 簡單說是這樣分啦 好 所以呢 你就看到他們成千上萬的這個咖啡豆 那這個圖有趣 這是在他們的那個出口 出口 處理廠的出口廠那邊喔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就看到 你看蠻古的 那是米加巴巴最大的那個 那個咖啡囤貨出口區域喔 那 你看他們有些紅色有些白色對不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我就這樣 欸中間他們這些袋子上面啊 這邊袋子上面啊 都沒有任何的標誌 對 然後呢我就想說 那那這麼多他們怎麼分 因為它是全部 中美洲的豆子都會集中到這裡 大部分喔 六成都會集中到這裡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所以這些豆子沒有標籤的話 還是怎麼樣 然後那個 那個大哥 那個跟我們解說那個經歷喔 他就說 喔 那個 他們基本上都一樣啊 然後他說 喔是喔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那些紅色的袋子 有什麼意義嗎 然後他就說 喔 沒有什麼意思 就沒有白色袋子 哈哈 然後他說 喔 對 所以這是在廚藝廠看到 這裡面都是咖啡豆喔 他們接下來就是要 跟著戶櫃出去囉 所以其實 那個時候 我其實心裡就覺得 就有一種含義 你知道嗎 這件事代表什麼 就是你今天喝到什麼咖啡 是誰決定的 不是小萌 也不是你的咖啡廳 也不是你的烘豆師 也不是生豆商 在這裡就已經被決定了 你懂嗎 你今天喝到可能是一杯 三千五很高級的藝劑 可是其實它是什麼豆子呢 他們告訴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那個是18種 18個等級混在一起 對 這個不是 這個是一般市場 對 我現在講的都是一般市場 對 他們接下來是一般 全部出去這樣子 對 好 所以這就是他們說了算 因為接下來 所以呢 他們說了算之後 到下一關 下一關也是說了算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這就是我後來覺得 咖啡這個東西 還滿可怕的事情喔 那可是好處就是 咖啡也會不死人吧 所以其實你說它很嚴重啊 它也不會像一般的食安問題 這麼嚴重 可是我基本上就 在這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還滿可怕的喔 對 然後接下來下一關 他們就跟著 我真的是在中美之後 看到我們的長榮 覺得還滿開心的這樣 對啊 他們就跟著貨櫃就出去了這樣 好 然後呢 到 跟著貨櫃出去 當然就出口商了嘛 然後接下來下一關就是進口商 進口商進來之後呢 就來到生豆商 生豆商來接下來呢 蔥豆絲跟生豆商買豆子 然後呢 才是到店家 然後最後才到 我們眼前的咖啡杯 所以你看 你可以想像我剛剛講的 這麼長一段 所以咖啡的旅程是從哪裡 從產地 然後呢 小農 然後呢 他們挑豆 然後中間商 然後出口 中間商 然後處理場 出口商 進口商 生豆商 烘豆商 店家 消費者餐桌 所以其實咖啡的旅程 非常的圓喔 好 所以我們再回復一下 一般市場的狀態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那中間商 從出口商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 滿坑滿谷豆 就是在出口商的地方 所以他們有絕對的議價能力 我說是什麼 就是什麼 你不相信我嗎 你也無從考證 嘿 有問題嗎 剛剛有一個問說 那你一期就18等 大概分到 就是等級啊 所以他們說的啊 就會是他們說這個是 插的豆子 所以我把它賣到什麼市場去 可是你不是剛剛講說 袋子全部都不要分嗎 那他們跟我說的啊 你懂嗎 他也不希望我知道 對啊對啊 他怎麼能讓我知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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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可是他依照這個 所謂的 分級 分級的這個東西 大小深色 他們應該是放在 他們整個部署區域 去做價格的那個 對對對 不過機上應該是這樣 對啊 其實他也不會告訴我們 就是 他的目的就是在最後 我們坐下來 杯測完 喝茶的時候 他就最後問說 所以你們要下幾袋 呵呵 然後對啊 那是因為我們的 外交官朋友 帶我們才有機會 拜訪到這樣子 龐大的那個出口商喔 好 所以這是一般市場的 貿易模式喔 那接下來很快 因為我時間其實 我第一次演講 講這麼久 呵呵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去你家 拜訪我們的 直接貿易小農喔 那其實只有幾張圖喔 那第一張圖 就是我們走延 關延的那個 三四個小時的山路 吐了亂七八糟之後 終於來到他們那個園區喔 那他們首先 就帶我們到一個小木屋 這個小木屋座落在 咖啡園的正中間呢 它是一座小山 那它住在咖啡園的正中間 然後這個小木屋呢 四周都種滿了水果跟玉米 所以呢 那個阿姨啊 這個就是這個 咖啡園 這是我們的小農喔 她太太 然後她就很高興地跟我們說 喔 然後他們都自給自足啦 所以呢 那些水果啊 所以你看這木瓜超大 那木瓜這麼大 然後這是各種水果 然後他們就像 真的是像熱帶一樣 反正就拿出一堆水果 要請我們吃 那這個阿姨就跟我們說 他們就是小農 所以這個木屋就是 他們的咖啡農喔 就是累的時候 還有中午要吃飯的時候呢 就會集合到這裡 大家就吃東西 休息這樣 所以他們四周全部都是 你看這是香蕉樹 然後下面這些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小果子的那種樹喔 所以這是咖啡產地喔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開車 在我們進入咖啡園喔 那其實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 有兩三個品種 在尼加巴當地有兩三個品種 然後都是樹蔭下的咖啡 那這個圖比較有趣喔 你知道這紅紅的是什麼 就是病毒 對叫做夜秀病 那是今年喔 這應該是從三年前開始到現在 非常嚴重的影響咖啡工味 和生產能力的病毒喔 就是夜秀病喔 所以其實我們偶爾還是會看到 脊椎上面有這個 那些就是沒有辦法生產咖啡豆喔 所以他們是很努力的 可是因為是做直接貿易的咖啡喔 那很簡單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開始做直接貿易 就是因為我遇見了 美國這一群烘豆師 那他們這一群人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因為他們是直接貿易小農 所以我們美國烘豆師這邊啊 就會幫他們想 就會跟農業學家 開始研究要如何解決夜秀病的問題喔 那他們目前的方式是用基因感 基因喔 基因感高級吧 就是稍微在這個咖啡豆的品種上面 做一些修正喔 讓他們交配之後 可以生產出抗病的能力 比較強的咖啡豆品種 好那這就是我們的烘豆師 然後這就是那個小農 他叫Diego 然後這是他太太 然後呢 他們就是東西都自己種 那每一年呢 產量其實大概就是一百代的咖啡 那一百代的咖啡 然後他們就會花錢 跟儲藝廠租一個禮拜了 兩三台機器就一樣大中小 這樣應該說大小重量跟紅外線 花就是一個禮拜租好一個禮拜的這個處理廠 然後他們處理好他們一百代的豆子喔 然後這些豆子呢 然後分完之後怎麼辦呢 他就會說 我就說最差的去哪 最差的自己喝啦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手上的那杯咖啡 然後最差的就是在這裡 那比較好還好的 他們就會賣到一般市場 好一點的呢 他們就會請我們美國的烘豆師伙伴 過去做杯測 然後呢 OK他們才會全面收購進入美國那邊 好所以這是直接貿易的方式喔 嗯 節省中間商成本 然後呢 另外一件事也是 我們不走標籤認證 所以中間沒有任何的logo 然後呢 給予農友 比公平貿易還要高25%的收購價格 然後呢 直接要求農友 用環境友善的方式耕種 這個是直接貿易他們做事的方式 那其實簡單說 他們其實是一群不信任公平貿易認證的人 那你就覺得那我們就自己來 所以這些人其實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時間 是待在產地的 那就這樣 你知道台灣有人叫吳子玉嗎 對 雨林咖啡的吳子玉 其實他台灣唯一在做這件事情的人喔 好 最後呢 我要花兩分鐘講一下海地的故事喔 海地呢 其實是我們電影最重要的一隻鬥子 只可惜他今年停產喔 那為什麼停產 跟他國內內戰啊 跟最近他們又發生天然災 還有很大的原因喔 好 海地呢 其實 他在一開始喔 你看大概1788年的時候呢 全世界的咖啡 百分之60是來自海地 所以他曾經是咖啡大國 可是大家現在有聽過海地咖啡嗎 如果來過我的咖啡廳 你可能會聽過 可是其他其他已經消失了喔 所以呢 在1900年 1990年美國實施貿易經營之後 他們就把咖啡田地全部燒了 就開始這種因素喔 然後一直到200年呢 海地發生了一件事 六年前海地發生一場大地震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場大地震呢 就震死了30萬人喔 然後呢 30萬人之後 地震完之後 就開始出現霍亂 然後關國內暴動 政府完全失靈喔 所以那之後又死了好幾萬人 所以當時唯一可以救他們 就是世界上各地的國際組織 就開始湧入 所以台灣有人過去是誰 埃思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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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撤出了啦 是慈忌 對對對 他們危險的就會撤出 是慈忌 慈忌很快的進入做正在工作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們當時喔 發生了這些很可怕的事情喔 百萬人流淋失所 所以其實到現在海地 其實他們現在還叫做Tan City Tan City是什麼 就是整個城鎮都是 Tan City都是那個帳篷 房子還沒有能力蓋起來喔 那 也就是在兩年前喔 兩年前在我 沒有寫清楚 我兩年前呢 就是在那時候呢 遇見了這對夫婦 那是在那時候在美國參加一個國際會議 然後他們就在外面擺了一個小攤 那這對夫婦呢 就是當時海地大地震的時候 湧進海地的其中一個NGO 然後他們當時呢 就沒有 就是他們那種贈災喔 不是說我去養個月 去養個禮拜 不是他們是整個住進去的 他們沒有打算要離開 所以他們還養了三個海地的小孩 所以當時在那個BOOTH 在那個小攤位 我看到三個小黑人 小朋友在那邊跑來跑去 就是他們的小孩 那他們就開始住在海地 開始幫忙蓋房子啊 舊物 收集物資啊 然後他們都是美國人這樣 然後呢 後來他們本身的行業呢 就是紅豆絲 所以後來三年後呢 海地地震三年後 就覺得當地的地形氣候 其實非常適合種植好品質的咖啡啊 所以他們就回美國 把技術設備帶過去 開始在海地種植咖啡 教育當地的小農 種植咖啡喔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這件事喔 那直到兩年前 咖啡豆品質終於穩定了 他們才把豆子帶回美國 開始進行販賣 所以這是公民貿易 就直接貿易最基本的事情 第一件事他待在當地 跟當地的小農合作 跟交當地的小農耕耕種 然後呢 最後品質穩定了 才把東西帶回美國 開始販賣 所以這是直接貿易做的事情喔 那其實他們在說的事情就是 我認識這個夫婦 他叫Jason喔 他那時候就說 我那時候是後來 開始跟他們合作之後 才回去搬他們當時在海地的 寫的那個部落格喔 他那時候就寫說 I decided I would commit my life to helping Haitians help themselves 他要 commit他的生命喔 去幫助海地人幫助他們自己 所以這是我覺得 只是貿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日文不是捐錢 就是跟公民貿易很像 只是他是跟小農關係更直接 那幫助 對啊 小農 好所以呢 後來我在遇見這對夫婦之後呢 就決定我如果要在台灣開咖啡廳 我就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開了一間直接貿易的咖啡廳 所以呢 這就是我店的長相 在黃昏的時候 那他就在台大附近 所以大家有況去看 不是這裡 是點亮咖啡 他叫The Lighten這樣子 對啊 好所以呢 對啊 我的演講其實大概是 以上如果大家一樣 我猜大概會有很多問題喔 所以最後要丟給大家問題是 大家想想一杯咖啡的成本 到底是多少呢 當你一杯咖啡還可以 請到貿輪美來做廣告 可是居然可以35塊錢一杯的時候 那那個價格是壓在誰身上呢 那這就是大家可以思考 如果今天你喝的這杯咖啡 他只有35塊錢 可是卻害世界上另外一端的小農 他的小孩生病 他沒有辦法上去 沒有辦法看醫生就死掉了 那你覺得這杯咖啡還是35塊嗎 那這件事當然不是隨便說 這件事是每天都在發生的喔 所以在這裡最後跟大家 再分享一個數字 就是2200 2200呢就是 其實我每次出去演講 都會講到這數字喔 這2200就是每一天 現在 每一天都有2200的人 這個世界上都有2200的人 因為貧窮而死亡 對 每一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那貧窮在哪裡 就在Coffee Belt Coffee Belt在哪裡 就在我們眼前的咖啡宿上面 所以是為什麼 就覺得如果我要開咖啡廳 就要開這樣子的咖啡廳 因為如果你今天只是做消費的動作 就可以緩緩的改變幾個小農的生命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做呢 對啊 好以上是我今天的演講 雖然後面好像離我們那個咖啡世界 世界咖啡市場有一點距離喔 可是其實我覺得是整個是扣下來 包括我們現在做的事跟一般市場在發生的狀況 我覺得大家如果全盤的了解 不是說你一定要每天看著眼前的咖啡 覺得他很血汗 可是就是說 當消費者多一個選項的時候 或是當你可以思考你眼前東西的價格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的人生其實會變得更有趣一點 好 以上是我的演講 謝謝 謝謝 擁心有心裁嗎 有喔 我覺得剛剛聽了這個收穫還蠻多的 那麼如果過去你是常客的話 就是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五 就是由台灣健安人性同學會跟哲武 一起來辦的這個活動 剛剛其實要講到很多譬如說貧窮 或者其他的議題 包括说智慧财产 智慧财产到底是谁的智慧谁的财产 像我们这种比较其上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就认为说很多时候都是公共财 当公共财这个概念进来的时候 其实才会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个药 为什么会不会那么贵 这个智慧是他的智慧吗 所以种种的问题 包括像咖啡的刚刚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一个地图 你那个地图 其实那个地图长相跟你市面上摆到的地图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发现 谁在中心 刚刚那个地图谁在中心 非洲在中心 为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蛮有名的画地图人的角色 他叫Peter Matt 就是Peter画的地图 因为你在外面买得到的地图都是以最有钱的那群人为中心 Peter Matt Peter Matt 比较特殊 以非洲为中心的一个地图 所以 所以刚刚我看到的地图 我叫哇哦 这个Peter Matt 放在这个里面图蛮好看的 但是咖啡蛮有趣的 咖啡有热量吗 咖啡到底 现在它对一个生物 对一个人 如果说你要让自己健康 你摄取它是因为它没有太大的意义 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看它仅至于石油 它是全世界 这么重要的一个贸易财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环境 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它变成是一个黑金 然后 然后 当然 我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去让种植的人 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条件 我觉得其实 其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 那 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有几本书 应该是可以 譬如说 好像那本书 来自咖啡产地的极箭 我看那本书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里面的一些生产关系 真的蛮有趣的 如果你们对 刚刚他所提到的一些 自由贸易普关的 譬如说 有一本是叫做 一件T-shirt的全球经济之旅 那在美国 所以讲究 自由贸易的 它如何刻 你衣服上面 那个扭扣的关税 来造成贸易的壁垒 然后当然 如果你对更大的 全球化的自由贸易 更有趣的话 你可以找富国的唐一来看 那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还是 最后的时间 就是大家来提问 你可以 就刚刚的素材来提问 也可以你想到的事情 来发问 或者来讨论 譬如说 那最终 他们的那个 直接的 直接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 贸易的这种方式 或者直接的 这样的交易的方式 它实质上 它有没有改善 改变这个 所谓的 Cobie Bell 这样的一个 农夫 或者小农的生活 其实 这其实是一个 蛮 解决贫穷 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好 时间开放 来 来 一个 好 先来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你有提到 就是品质的问题 那公平贸易 不是有就是 就是他们有 他们浅测的标准 就是像 比如说土壤品质之类的 那他是不是 就是一种就是 品质基本的 就是 要求 那他就是 那我想再请问 就是那个职业贸易 你刚刚有说到就是 在品质不加的时候 直接贸易可以拒绝 就是 去购买他们的东西 那 我不知道咖啡的东西是多少 但是就是 如果 如果就是 他有达到那个 公平贸易的标准 就是你们说 你们也是有那个 检测的标准 对对对 那他有达到那些标准 然后有经历就是 去生产之后 那如果品质不好 那你们就是 不购买之后 那他们那些咖啡豆 是不是就 你就回到 一百五层间商 那他们必须卖回 就是你 没有就是 保障他们的 这个情人 对对对对 谢谢 然后回到你 然后那个品质的事情 有机这件事情是 是存在的 那我刚所谓的品质 其实是指 你喝下去的时候 这杯咖啡好不好喝的品质 那在公平贸易 他的 这应该没有公平贸易的 那个 总会的人 没有公平贸易 他的缺点的状态就是呢 当今天这其实非常 这是很多人 很多本来是做公平贸易 后来不太愿意做公平贸易的一个 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小农 今天自己公平贸易小农 他今天种了咖啡之后呢 他就一样分好的一代 一代不好的一代 假设他种了两代 那好的这代呢 他就把它卖到 精品咖啡市场 不好的这代呢 他就卖到公平贸易市场 反正他可以拿到 很好的价格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来到公平贸易市场 的豆子 八成都不是好的豆子 因为这是小农 他们 对对对 那这没有办法 去去去去 因为就像你说的啊 他们还是要收购啊 他们不像我们 这么比较残忍 就是你不好 就不会收购 所以是在公平贸易架构下面 他们保障他们的 那也是小农 所以 但是我不说全部哦 其实还是有咖啡 公平贸易的咖啡 那种 非常努力的种植 好品质的咖啡 那只是目前大部分的结果 其实是让 最后来收购 公平贸易咖啡这些店家 发现他收到的豆子很多 都是有非常多的瑕疵 这样子 对 所以所谓品质 其实是悲测品质 嗯 不好意思 又是我再问问 好 首先 我曾经当过 国会的外交提债医 好 你当过的 所以我才会第一个说 ICDM去读拉斯 那那个时候 我在读拉斯 有去咖啡庄园 就类似访问这样子 他们那时候的 基本上 不知道的 100币 他们可以得到 100人币 大概150块台币的工钱 然后100 我记得好像是 100币的生动 出力完 然后他们卖的价格 大概是110美金 大概300 好像是390还是多少 我忘记了 换成台币大概 一币大概三十几块 那不好意思 我先问问就是说 那对你们这边 给他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问题比较多 那第二个就是说 首先我想补充一下 你们说的那个什么 其美国的农业学家 那个不叫做情改造 他基本上那个 我们是叫做 利用 用分子生物的方式 去进行胖壁的旋转 旋转 然后才是回到一般的杂交 所以他还是走 有传统育种的路线 这是一个要 要澄清一下的 谢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您在最开始 有说到葡萄酒的问题 那 就我所知 我不一定是对的 就我所知 法国的葡萄 应该还是大部分 是在他们当地种的 因为像 所谓的香槟区 大小香槟区 他们有限定说 要当地种的葡萄酿出来的 他可以叫白兰蒂 或者是某些 某某某区 他们其实都以前 有法令规定说 那个是要在当地种的 您说的 比较可能是因为 当初 欧洲的葡萄 他们因为 我记得没错是不耐根 流线虫 所以然后那时候 南美洲 北美 还是中美那边 那边的葡萄 是可以耐根流线虫的 所以他们到之后 像葡萄 有整个大更新 反而不是说 在什么 中南美种 这是我个人 我个人印象中 是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在 在世界上所谓的盲测的时候 美国 加州 曾经很多次打败过 法国的地区 然后 最后 不好意思 最后 我补充一下 刚才那位 同学所问的 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 东西 没有卖给你们 会卖去哪里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 像台湾也是一样 你一个品质 你一个品质 中的很好的小番茄 他基本上 他不会流到一般市场 他会直接卖给餐厅 直接出口 那他如果出口 品质今天中的不好 出口不了的时候 他当然会回到 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共同营销市场 那那个价格 基本上大概会差个 我印象大概差两三倍 对 以上 谢谢 谢谢 你三个问题 其实这一个是问题啊 哈哈哈哈 这一个是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是讲到那个 价格的事情 那这里我可以很直接 告诉你说 在我们那边的小猫 他是一楼 就是一楼的咖啡cherry 他们摘彩之后 一楼是两块钱 所以他如果摘十楼 他就可以得到十块 所以那完全就是 依照他当天的工作 对对对 美金 对 刚天工作的状况 那他们每一天的 如果今天不是采收季 那今天如果是一般的 工作季节的话 那他们每一天的薪水 大概是美金 六块钱 对 那是他们目前的状况 那 跟一般市场 我不太确定 美国 每个中南美洲 或是 我知道非洲更惨 那 可是中南美洲国家 基本上他们 会努力的走在 他们最低薪资的 那个标准上面 这样子 对啊对啊 那 目前了解 所以是至少会是一般 小农的两倍 甚至以上 这个他们的收入 而且是看他们的 那个耕种的 他们工作的状态 那 而且他们是因为 而且他们其实是有点 互助的状态 就是一般他们其实在 他们的那个咖啡林里面 你刚刚看到Diego 他的咖啡林 其实每 平常日 就是不是收割季 大概是可以 Hive到150个咖啡農 所以呢 那150个就是从下面的 那个 下面的农村 上来上来 然后他们就上来了 这样子 然后我们富的社区发展 其实就是在建设 下面这一带的 这个农村 那到收成季的时候 他们会需要 350个左右的小农 所以呢 就在隔壁村 再上来再上来 隔壁村子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 有很尽力的 在照顾整个 整个 整个区域的小农 那可是另外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 等一下会问到 直接购盈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的量就这样 目前 可能在尼加拉瓜 他就是Diego 在做直接购盈 我们可以帮到的小农 就是这350个 对 那今天如果我们的量 大到某个程度了 尼加拉瓜 有另外一个烘豆 是愿意下去 能够保障品质 做同样的事情 那才有可能再有 另外350个出现 所以这直接购盈的问题 那我们的量 其实没有办法 做到像公平购盈这么大 因为我们就是 一个烘豆是 只能拉到一个小农 跟他们做的事情 这样子 对啊 那可是回到台湾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 今天我 像目前我的店 有另外三个咖啡厅 在支持我们的豆子 那完全就是 还是超小量 那对美国来说 就是完全 他们就是 就觉得我们就是很可爱 在那边这样 对啊 那如果今天有十间咖啡厅 因为我们都 其实我们还是很可爱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量很小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还不想 真的是知道有一天 那个有统医啊 或什么愿意来做 这个量才会痛 所以说 哦 你们这做起来了 这样 所以其实是对啊 所以其实量对我们来说 还完全不会是问题 好 还有 所以牧者可以加入吗 可以啊 可以嘛 好 对 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 刚刚在杯侧那个地方 我想我的角度 还是比较关心小冬 嗯 嗯 那就是 以现在的大环境 整个气候是越来越几端 那个种出来的品质是越来越差 那 我不晓得 直接贸易 那个精神里面 也没有说 是 呃 愿意主动去帮助小冬 或是说 他愿意可以吃一点小亏 那在这种所谓的 杯侧不佳的状态 比如说 今年就是大汗啊 不是 雨水特别多 那个品质绝对不好 嗯 那 那如果 如果 刚刚一直没 没有 没有 没有听到说 直接贸易有没有一些 比较基本的精神 嗯 底下去做这些事情这样 那 我比较关心小冬 所以问一下就是 杯侧不过 就是一般娘等你 对不起 就是不能要你的东西 还是说他有一些 比如说 你 你有些农业学家说 今年本来气候就是 就是在高 就是平均值偏高 所以他还是愿意去收 那个豆子这样 ok 那第二个疑问是 那个 烘豆丝 我一直没听懂 就是到底从中南美洲 出来的豆子 到底是烘过的 是生豆 还是熟豆 还是 还是把生豆 运到美国情 烘豆丝 烘了才在出口 那 那 这个会问 会牵涉到一个问题是 你进口 如果是生豆 跟你进口熟 熟豆 就是烘焙坡的豆子 一个重量绝对不一样 那保存期限也不会一样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 请那个花姐再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再来就是 呃 在当地 刚才讲到那个 平雄县 那 到底这些 从事 咖啡 从生产到 到这种果实产出 这种 这种 行业的特性 在当地 它到底算是 年收入是算高于当地的平均所得吗 还是低于 是 就是 你刚刚说 这落在平雄县里面 这些咖啡 咖啡 咖啡 对 跟咖啡 种植咖啡 有关 这个到底 他们的平均所得 在他们那个国家里面 到底是算 刚好 还是稍微高一点 对 像在台湾 据说就是 种 当龙铺 薪资最低 我不晓得 我想 我有几个这个疑问 是不是请 然后就帮我们说明一下 谢谢 我延续他的问题 就是说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在做台湾小龙的一些 这个直接的购买在里面 但是他自己的反省讲说 在他很久进入这个场地以前 他就会 就会骂 大盘 中盘 这个 这些问题 他进去了以后 他觉得说 他们也是有方权的 也就是说 譬如说 当这个 这个 作物 生产过程的时候 那总要有人吃 对 那 也不太可能说 譬如说像 类似他们这种 做小农 运动的人 就把这个货吃下来 那 但是呢 这些农夫也必须要跟 这群大盘中盘 维持一定的关系 因为 的确在 因为气候或其他的因素 而导致了一些不稳定 不确定性的这个时候 这些他是发挥他的一些 角色跟功能 那当然 这跟我们最近的 社会期盘有的 例如说 我们在抓菜床 再抓囤基疹 或再抓这个 那的确 只有那些人 有那么大的 有那么大的 地方可以囤 或有那么大的 一个空间 可以做这个 这个 我讲 调解的时候 那 有没有 互动的关系是什么 你要 这问题变好大 那 我先 问了好多问题喔 所以我先回答 小农 好 小农没有种好 或是今年因为天气 什么什么 品质不好 先回到 直接冒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生产者很重要 消费者也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跟我跟消费者说 诶 我今天直接冒豆子 帮很多小农 可是今年气候很不好 所以你今天豆子 会难喝喔 就是因为品质很差 消费者会接受吗 不会啊 所以 其实他必须要兼顾到 如果公平 所以我们不会收拱 那可是 我们会做到的事情 就刚刚 刚前面里面其实有一条 我很快念过去 就是 他们会跟生产者 共同承担风险 共同承担风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豆子还是必须要卖到一般市场 可是 他如果今年因此而需要贷款 我们就是无息贷款 而且是马上可以 钱可以过去喔 那就是 我就给你无息贷款 没关系你现在需要钱 然后如果好 是因为气候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品种的关系 如果是因为病宠害的关系 就像这个 刚刚这个同学 叫同学吗 他讲的 对啊 那就会有相关的人员进来做协助 就是看是要做品种上面的改良 那明年我们做了豆子 那可能就要针对这 气候上 或是病宠害上面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做解除 或者是 如果是气候上面的问题 他们刚刚我还好很快的讲到 他们都在树营一下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是 集圈那个树是会越重越多 就是因为大树在上面 是可以调节温度的 可以是 可以在很多生物上面的问题 有一些解决的 所以其实他们做到这件事 就是共同承担风险 因为我们的希望是 我们是做直接贸易 当然也希望小农 跟我们是永续的关系 那可是回过头来 我要跟消费者承担永续的关系 我们才可以给你这么好的价格 所以其实他是 很努力的做到这两件事情 那另外呢 讲到小农的状况 就是小农 我先讲一下 他们 我们竟然一定是生豆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自己很爱喝咖啡 一定知道 咖啡一定要新鲜打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烘豆湿 所以烘豆湿才跟我一起去产地 那烘豆湿每个礼拜做新鲜的烘焙 所以豆湿才会吃新鲜的这样子 然后每次豆湿一进来 我们第一件事 就是全部真控包装 因为台湾实在太湿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在咖啡豆品质上 我们有很努力的做处理这样子 那在小农那边 对啊 他们的方式是 像我们店不止一个产区的豆湿 因为有可能你家 不知道哥斯大里家 有秘鲁 有墨西哥 或是有伊索比亚耶加雪菲 可以养等等的豆子 那这些当然是不同的烘豆湿 他们努力的结果 那他们做的方式就是 他们的豆子呢 就会生产好之后呢 就会一起送到美国 那他们在加州 就有一个很大的warehouse 很大的warehouse 那就是大家的豆子就进去 那为什么在加州 就是因为加州的气候 北加气候非常稳定 干燥 然后那个温度就是不会动太多 所以他们就主要在那边 然后有兴趣的烘豆 美国国内的烘豆湿或是店家 再从那个warehouse 拉生豆走 所以我们等于是亚洲 唯一一个把他们的豆子 拉出来的人这样 所以他们才看我们觉得很有趣 对啊 可是就是对啊 只是目前是刚开始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问题 是他的平均生产的 就是他的收入在 他的收入在当地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啊 就是完全被剥削的 所以他们因为为什么 他们其实很难动这个结构 就算他们完全没有被教育的机会 对 他们从小是没有上学 所以为什么直接帽 要进去盖学校 就是然后为什么这些人 像Diego会开始做直接帽 就是他是第二代 他爸爸很努力的 把他送进城市上学 所以他才会有这些要有机啊 然后要找合适永续的伙伴 这样子的概念 稍微会讲英文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第二代 通常能够做直接帽 都会是第二代 那爸爸是咖啡農 所以他们才会有稍微翻转的机会 那其他没有这样子机会的效能 基本上他们从出生 可以走路可以做事情 就开始进 就像我们早期的台湾吧 就是就开始进田里工作 这样子 那这是因为他们也没有 基本上没有教育 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他们也觉得 你今天要完全改变他的耕种方式 或是你今天要帮他 他还会害怕呢 对啊对啊 所以这其实他们就是一个 很难动摇的一个结构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好 我有回答到你的后续的问题吗 那有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时间 是吗 你好 你好 我觉得学到很多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刚刚一开始 你讲到我贫穷的时候 好像是跟就是 听起来原因是因为这个定价 咖啡的定价是国际持续市场的决定的 那像这些跟你合作的小楼 他们的价钱是否就 不是靠这个持续市场的决定的 那不是 对对对 那他们有没有办法就是 因为我想到的是像是第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你刚刚说 出头最大量是石油 可是其实这些石油国家都是蛮有钱的 那我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有一个 欧培这种组织 那为什么咖啡没有 ok 然后再加上刚刚听起来那些原因 就是基础转移啊等等 但是在这个整个自由贸易的过程中 听起来好像 我不知道就是好像 而且加上客责性这个东西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客责什么 因为你说就好像说直接贸易 或是FailTrack 是比较有可责性的 哦可责性 比如说如果是政府的援助 就不知道他至少会公布他的成果 哪些花费花到哪里 然后他是政府的钱 本来就要被他解释 ok 可是今天这个东西毕竟还是一个商品 嗯嗯嗯 好 所谓可责性 其实非常容易 在公平贸易的状态里面 如果你今天 他的可责性就是 你今天买了一个公平贸易商品 你就登陆国际公平贸易的转文站 你就把这个商品key进去 他就咚咚咚咚咚 他就跑出来 这个商品所有的资讯 包括他的 他产出的合作社 农村在哪里 然后在几年绝集 然后收成等等 这些细节 他都会很清楚的公布 对 那的确这是很好 你在直接贸易的世界里 我们没有这件事 因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认证 所以我们的可责性 就是来自我 对 那这其实差异就是 你如果今天 就是回到 我们一般市场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有机 你如果今天想吃有机的产品 你有个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走认证 你就去理人啊 圣德克思啊 主书联盟 买有认证的有机产品 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 你就直接跟农夫买 对 或是直接跟你隔壁在 种有机的阿伯买 对 因为你为什么会买 是因为你相信他 所以直接贸易 其实就是直接跟农夫买 只是农夫很远 然后你就必须要 你相信我的状态 所以像每次出去回来 就一定要很努力的 多办一些这样子的讲座 然后跟大家 直接聊一下当地的状况 这样子 就是可责性 目前的状态 然后还有上一个问题是什么 上一个问题是有 假期 就是搭配的价格 OK 你真的是去商店 对 对 或者说我相信 你不行吧 一个很大的企业 它是不是也会因为 公企业 因为公企业 是这么大的企业 它一定 它有 好像有做一些fait的东西 对 对 只是有点对于价钱 什么决定 很大的问题 好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价格其实是最大的争议 那期货市场的价格 其实是最大的参考值 我说对一般的咖啡来说 所以西巴克它有自己的庄园 西巴克非常强大 所以他们已经强大到 你刚刚看那一整路啊 其实整路都是他们的 从生产者到中间商 到出口商 到入口商 到店家 全部都是西巴克自己的 它可以自己全部买下来 自己做整个 所以好处当然就是 它全部控制 坏处就是它怎么做的 它说它是公平贸易 你也不能怎么样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一套公平贸易的游戏在做 那的确也是帮助了一些小农 我说他们那个架构里面 那这是另外一个topping 那其实是我硕搬研究的东西 那可是这个价格 所以他们这些大企业价格 其实都是参考期货价格 对 因为你才不会乱了市场的游戏嘛 那在公平贸易的状态下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们是坐在一起讨论 然后看小农生产状况等等 那直接贸易的第一个参考值 就是公平贸易的价格 可是我们会往上加 就是我们参考值完全就是走 跟着公平贸易走 所以公平贸易他们今年的价格 是这样 然后我们说 好公平贸易的价格是这样 那我们的小农呢 我们就会看它的品质有多好 对 那这个价格当然就是定在 我们回到消费者身上 是卖得出去的 是到精品市场 卖得好的咖啡豆价格 所以我们回到加到小农身上 所以我们价格 台湾是刚刚说的 所以是公平贸易 在网上加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格 所以这是我们定价的 对啊 定他们薪水的方式 这样子 对啊 咖啡的定价 嗯 好 对不起 我想请问说 我不想你有没有知道 就是在台湾 谢生佑先生的好时机社会企业 那我想 那我想 我想就是说 就是听完您的直接贸易的模式之后 你会觉得 你跟就是 扣掉一些稍微 detail 一点点不一样 它其实就是好时机的国际版 它整个整个模式 然后再来就说 那你们强调说 你们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贸易商 所以 可是你们目前所介绍的模式 完全依赖 就是你们贸易商的良心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一个太高的风险 因为你们其实没有任何的 市场机制来做制衡 而就是 你们的这个 轰斗师那边去 handle 这个事情 那你们这个 这个直接贸易的模式 它的检核跟检查的机制是怎么看 那还是说 我们只有 就是听到这样的报告之外 没有任何的第三方的检查 然后 对不起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因为你讲说 台湾人很喜欢喝咖啡 跟茶 很喜欢喝咖啡 那就您自己在台湾所看到的 食欲的经验 台湾人爱喝咖啡 但是到底懂不懂他喝咖啡 今天坐在你店里的客人 比方说你如果不跟他讲的话 你给他什么样的品质咖啡 他到底看得出来 喝得出来吗 谢谢 第二个问题让我 害我 哈哈哈 好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的确啊 我们就跟好时机啊 或是像之前我跟那个 喜怨小麦的师大哥 对聊天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样的事 对 所以其实他们都对我也是相对友善 都看到我一个小妹妹在做这些事情 那其实他们就是坐在地 那的确还一样就是我们就是 直接跟农夫买 只是我是国际版这样子 那你讲到的那些事 又回到可责性这件事 所以的确也有 那个 其实就是有一些 祖父联盟的阿姨 其实对我们的豆子非常有兴趣 就有在聊说 我们的豆子可不可以进去 祖父联盟卖 但是 他们要跟我一起去产地 对 他们要亲自去做检测这样子 那这对我来说当然OK啊 大家就是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可以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开团 大家一起去拜访小农 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 就只是这样子 因为不想要 因为大家知道 你将要走认证 你将要做这些事情 组织化之后 那所谓第三方认证之后 就又会有别的问题出现 因为像现在有机 真有机假有机 谁知道 对啊 那在公民贸易世界里面 其实国际公民贸易组织 虽然有第三方认证 可是你知道这第三方认证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们其实另外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求援兼裁判 对 他们就是自己 我们尊正好 我们自己OK 出去贴一贴一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争议的点 那我们就是因为就觉得 那这件事 那何必要小龙 多拔一层小龙的皮呢 那我们就不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 浩石现在这边 那边就很大不一样 都主副联工只看品质 对 浩石基本上他的会计 领目利润这边 基本上是有 就算没有全部 也有进程度的公开 但基本上是有得责性的 你要看浩石 也是用品质上面 品质上面 对对对好 你知道 这件事也很有趣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我公开 我全部的全部 我其实非常的愿意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穷 但是其实 最后其实是打击到的是谁 是所有其他咖啡市场啊 就是今天我今天在做 这样子的演讲的时候 如果今天在地有 在场有别的就是咖啡 其实他们会觉得 我在攻击他们 因为其实他们咖啡成本 真的非常的低 对啊 那可是他们要生存啊 所以我其实不能随便公开店里的 也证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思考啦 对对对对 我提供你之前的一篇报道 就是讲的话说 你是在创业 不是在创设备系列 对对对 我其实就跟平常讲 的话完全就不想做 你是说我没有赚钱这件事吗 我既然还是用着社会企业的光环 你又说你要是做创业 你做社会企业的光环 OK 我 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用到社会企业的光环呢 因为如果 我的意思说 如果你还是在讲说 愿意花这个价钱来马 对对对 还是有要 对对对 好 我了解你的意思 这个其实像 有来过我咖啡厅的朋友知道啊 我其实在客人面前啊 完全不提这些 对完全不提 因为我就觉得 我如果今天一直在 拉这个旗子说 我们是旧小农的小咖啡 什么什么 那这就是社会企业的精神嘛 就是 对啊 可是今天我觉得来我的咖啡厅 我希望他会回来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做社会企业 是因为咖啡好喝 对对对 所以就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们会不会回来 他们真的喝不喝得出来 我是不知道他们真正喝得出来 可是 的确有一些爱喝咖啡的人 教授啊 因为我在台湾附近 教授啊研究生 他们是 都是会回来的客人 那其实就让我觉得 这间店 基本上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所以他有活下来 对不对 那这其实相对的反映就是 我的店的品质 不是因为 我做公平贸易 或是直接贸易 那当然很多人 其实这我自己也是 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被 可是我觉得后来这变成是 一个我自己思考的方式 我不能把我自己想成是 社会企业 对这是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期数 如果今天一直觉得 我是社会企业 你们都要帮我 你们怎么不帮我啊 那害小农啊 对那我就 对我就是 终会是社会企业 对对对 这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思考方式啊 是我今天一直觉得 我今天在温州街 那一带有三十间咖啡厅 我要怎么活下来 对啊 那消费者为什么要寄来 那你就要提供 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样子 对对 所以这只是我自己的事 可是大家会说我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被归类了 这样 对啊 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对啊 好 喂 对不起 时间的关系大概 提问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觉得今天大家听到的 也非常非常多的概念 其实某种程度上 它跟贸易这个事 是有关系的 那我想说 有时候粮食或者之类的 譬如说 如果你自给自主是最好 那咖啡 自给自主要干嘛 你一定会碰到贸易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粮食或者是 种植这个事情 跟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有很大的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 泰国曾经发生过一支大水灾 那日本呢 觉得我的米很好吃 就 米商就想说 我就把我的米 全部送去泰国 结果就被言传退回来 因为 稻米对泰国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作物 你 对啊 你是要救我 因为我们的确是因为 一位 水灾 所以到监控监榜收成 但是对不起已经 那你就给我钱 那你这样的话 是在羞辱 所以其实农业跟一个国家 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 那种连带的那种关系 不过今天 我觉得上面给大家的一些讯息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去思考 比如说我以前 以前我想讲说 我这个人你又知道 搞工运的 大概对free trade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 那那种 那NAPTA我就觉得 哇你看很多故事可以讲 他怎么去 自由贸易怎么去欺负 欺负这个底层的劳工农民等等 那 又多了一个fair trade 然后多了一个直接贸易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其实 这个轴线跟初衷都是 那我们如何改善 低线生产者 他的基本的这样的生活 那我觉得今天 当然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别忘记 温州街有一间小小咖啡厅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也会 牧者这边也会再 就是进任何斗志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的扩散 理念的扩散 当然过程有很多细节是要解决的 农业 因为我对农业一笑不通 我一直跟谢山佑聊了很久以后 他想说 哇 他做了好实际以后 反省了很多事情 反省了过去 他对于 他写过的文章 对于台湾农消体系的批判 他都觉得说 嗯 他有很多的反省 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那当然未来其实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扩散 透过商品的买卖 消费者的教育 就好像我个人在做国际劳工监察 生产Nike的鞋子的劳工 一天可以生产500双Nike的鞋子 他的薪水很低 卖到你手上一双是三四千块 四五千块 那个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所谓的 monitoring program 我们就会到 到这些印尼到其他国家去 这样的一个 做一些监察的工作 那所以今天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上轻 大家一个掌声好不好 那当然 这个工商服务就想说 为什么今天有一家咖啡 你叫点亮咖啡 绍兴点亮咖啡 绍兴点亮咖啡 就欢迎大家一常来 第二讲说 小小的工商服务人 第一个 左转有的书 陈木的咖啡 如果还没有按赞的话 欢迎来按赞 那因为这个地点 就是提供给大家 这样的一个空间 一起来撞击 一起来知道一些讯息 那欢迎大家常来 那我们主管单位 包括像主管单位 叫做台湾健康女神行动学会 然后还有折武 折武也要 记得第一次来的要按赞 大家就会收到 常收到折武的讯息 那当然折武的活动 事实上是跟清静台基金 会来合作的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工商服务 是我们在帮助那个云林小农 那他们是有一个单位 叫做道智义 就是一群年轻人 在那边帮在地的小农 做一些行销的工作 那明天我们会在那边 开一个记者会 主要是 这也不能讲说是缘分 就是说 因为美激台湖的关系 所以因为他们的农产品 的那个 农损的不非常严重 那我们协助他做一些 销售的工作 那明天我们就 既然已经起了这个缘分了 那我们就 在牧者这个空间 能够买到云林的农作物 那就是用这个小小的故事来结束 因为这个主办单位 一直在发大圈 就是说 道智义他们在协助的小农 曾经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一个人在种柳丁 种了一辈子的柳丁 都很漂亮 因为有施农药 所以不会被虫丁 那就会让他生病了 因为过度使用农药就生病了 然后呢 他的小孩就讲说 那你不要再使用农药了 他就继续送柳丁 结果 人家就败了 因为就被虫丁了 满满坑坑的 他就得忧郁症 他想说 这个市场柳丁 那这个柳丁 就败了 他就 看起来败了 其实品质很好 但是怎么样 賣相不好 价格不好 所以他们 这个单位就帮忙他们把柳丁都收购了 然后来帮他们做行销 然后来做掌卖 我觉得台湾社会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在默默的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把它创起来 一起来让小萌更好 让环境更好 谢谢大家